业性交往只有随便的女人才会把这四样东西交给男人 评价一个人的气质和内涵 只看学识和修养或许太过于片面 对自己和生活的态度原则才是核心 让人觉得不够致重的女人也正是输在了对自己的尊重上 因为她们不懂得什么是自尊 所以才会被别人看清 这样的女人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她们守不住原则 所以也很容易失去底线 在业性交往中 她们会随便交出这四样东西 而且还不以为意 可在男人心里 她们早就已经是不值得被尊重的女人了 一 身体不够自爱 识人不清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现在这个年代不该如此保守 但随便交出自己就是另一种概念 这件事本身代表着爱情的升华 是感情的一个新阶段 也是情到深处的一种自然流露 如今社会对它并没有太多束缚 你也有权利决定你生活和爱情的方式 但若是太过随便轻浮 只会让人觉得不够自重 在对的时间和对的人做对的事情才是一种幸福 所以把自己交出去之前 你更要考虑清楚前因后果 太过随便地交出自己 往往会让你更加依赖对方 对待爱情也变得盲目 甚至为了感情愿意牺牲自己 若是对方不值得你爱 这个时候你必然会受伤 而且还会被对方轻视 所以不要因为一时冲动 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切记使人不清 只有对自己负责 才能获得对方的尊重 二 随便交出自己的钱财 为了对方什么都愿意做 多少钱都愿意花 不能随便交出钱财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涉及到金钱 很容易会让彼此的感情复杂化 甚至让感情变质 不利于未来的发展 很多相爱多年的夫妻尚且没有熬过经济现实 这一关卡 何况你们还只是在发展阶段呢 二是交出了钱财 你也就交出了自己的底气 如果你好无保留的去爱一个人 那么在这段感情里 你很容易就变得被动 若你不重视经济问题 很容易会造成爱情天平的失衡 当然这不意味着要逃避经济问题 只是要在恰当的时间 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再做选择 三随便交出自己的信任 他说什么你都愿意信 失去了最基本的判断能力 容易被骗 信任是对很亲近的人才会萌生的情绪 我们信任父母 信任朋友 是因为在遭夕相处中 我们彼此都付出了碍与时间 我们也确信对方不会辜负这份信任 因此信任必须经过考验 只有确定对方真的值得你托付 你才能交出你的信任 否则只会伤了自己 我的一个读者白女士就是如此 她和男朋友在一起的时间不长 但是却非常依赖信任对方 没有一点自己的判断力 最后才知道 那个男人对自己并非诚心 要知道信任是一种高级的情感 若是轻易交出 不仅很容易让自己受到伤害 而且对方也不会珍惜你 爱情会让人盲目 也因此对待爱情 女人更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不能轻易交出自己的信任 四 随便交出自己的未来 爱一个人就把这个人当作全部 把一辈子全都寄托在他身上 可对的人在一起 未来是一种崇敬 一种保证 而若是合错的人在一起 未来只会伴随着虚无缥缈的承诺 变得不切实际 毫无期待 可偏偏身在爱情中的女人 很难认识到这一点 她们往往把男人空泛的甜言蜜语 当作是未来的担保 毫无保留地交出自己的真心 最后换来自然是伤害 所以在异性交往里 女人切不可轻易交出自己的未来 因为这是双方感情上升到一定阶段的结果 甚至是一辈子的承诺 若你随意把自己的未来交出去 只会让对方觉得你没有自足能力 只想着不劳而获 如果你为了爱情失去了自己 不愿意再去努力 那她又怎么会去珍惜你呢 感情是相互的 若你过于随便 对方的态度自然也不会认真 所以如果女人将这四样东西随便交出去 等待她的可能不是一生一世的爱情 而是一场不走心的风上作戏 对于女人而言 异性交往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当你对待爱情有原则底线 态度认真谨慎的时候 对方也自然而然会尊重你 只有你对自己负责了 别人才会觉得你是可敬的 越是活出自我的女人 越能明白这个道理 感情也越能幸福